上星期 日华牧师承接一年前的天国道信息问答篇 问题一 在在溪水旁和主日信息也提到身负的质素 原来身负的质素 是需要符合成为使徒的质素才可以 这样 是不是至少要成为被认可的小使徒 我们才可以合乎资格成为身负呢 答案是 其实全人类历史大约有1000位身负 但是相对单单只是我们这一代 已经有1000位使徒 而全人类历史 甚至有过万位使徒 所以所有辛苦都必然是使徒 但是成为使徒的话 却不等于一定是辛苦 再者辛苦一定是使徒 原因单单讲及辛苦的言辅篇 就已经不是只谈及内涵 而是包括了五询即使 所以辛苦不单只是使徒 甚至乎是最出雷拔碎的使徒 有着五询即使的每一个质素 问题二将要来的是一个奔赫级数的大复兴 我们参与其中的时候 如何帮助这些奔赫 在短时间内与我们的弟兄姐妹同步 在这个复兴之中成为最好的奔赫呢 答案是 首先于婚言中 如何才算是一个最好的奔赫呢 主耶稣的第一个神迹正正就是于加拿分宴中 行一个水变酒的神迹 当时主耶稣并不是分宴的主角 而是众多奔赫之一 然而他却是帮助奔赫到一个阶段 奔赫甚至要问主人 为什么你将好酒留到如今呢 这里其实带出奔赫所期望的事情 就是能够享受延迹 以及有好酒 而在一个延迹之中 极之好的奔赫 就能够如主耶稣一样 将水变酒 意思就是于大福兴中 运用圣灵的能力 有神的恩高 因为于延迹中 全台的延迹 丰富的淑灵大餐 是一早已经预备好 就是相安于几十年之间的分享 神话语的启示 让来到的奔赫 只要穿上礼服来到 就已经可以立即品尝 而奔赫的礼服 是指导他们的行为与福音相情 就是他们可以处理好自己的私生活 成为行事正直的评讯图 而不是将大量的经济 债务问题 甚至是中聚 一同带来教会 希望得到解决 因为于大福兴中 当人愿意接受圣灵 接受神的恩高 他们会发现自己的生活 立时就会被改变 甚至乎 发现神的手在他们身上 他们一旦祈祷 事情就会得到解决 所以当他们来到 参与延迹的时候 他们已经穿好礼服 而不是好像黑衣 一三男楼来到 因此来到坐席 享用延迹的奔赫中 好的奔赫 就会带同学礼来到 甚至乎成为燕赫的帮手 拿出好酒 来招呼其他奔赫 正如主耶稣 走出加拿分宴的神迹 于没走的时候 走出水面走的神迹 让整个分宴 能够继续延续下去 既然石安所预备的是高阳的分宴 是历史上最丰富的熟灵 因此没有乖乎需要用几十年的时间预备 并且2012信息 是贯通古今 拆解所有不解之迷 甚至乎是历代历世智慧的总和 原因 这套信息 这一台颜值 是与世界结束的时候 给予所有人的最后颜值 让他们知道关于自己生命里面的一切 明白生命提供给他们的一切 以及他们的生命中 所不明白的事情 也就是为何神要创造这个世界 与及当中的真正目的和意义 这个就成为给予他们的一个丰富颜值 因此历史上的共同信息 目的就是要说明 原来全世界的历史 也是为着指向这一场重要的现值 并且当这一场现值出现的时候 世界已经到达他的结束 这个星期 日华牧师将会继续分享 《天国道》担问篇信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